大家好,胡人大战绝筋的这场西区巅峰战 比赛的过程就像很多人期待的一样 胡人先输后赢 最终是凭借着自己的强悍防守拿下了胜利 可是赛后詹姆斯的一席话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的赛后接受采访是詹姆斯点名炮轰联盟 而且直接表示了自己不想去参加今年的全明星赛 甚至是在带头抵制全明星赛 他甚至当时面对媒体的采访镜头直接说 我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次的全明星赛 当然最后他也没有让联盟下不来台 他说自己如果说一定是要被选中参加全明星赛了 他会去的 但是他的人会去 他的心却不可能来到全明星赛的现场 说白了就是要用一个消极的态度对待这次的全明星赛了 詹姆斯的这番言论真的是引爆了所有美国媒体的争议和讨论 他一直是很配合联盟的 为什么这次会说出这么一番话呢 甚至有不少媒体都质疑 他是因为这一次没有成为第一周全明星赛的票王 票王是杜兰特 詹姆斯比他的票数更少 眼看自己的票王保不住了 所以他就说自己不想去参加全明星赛 并且抵制全明星赛的举办 但实际上这种言论真的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詹姆斯没必要因为一次票王就不去参加这次的比赛 也没必要因为杜兰特超过了他就不去 其实他之所以不想去参加全明星赛 理由无非是有三点 首先很多人都忽略了 洛杉矶湖人确实是NBA历史上 也是美国四大体育联盟职业体育的历史上 休息时间最短的总冠军球队之一 如果说算上12月初各个球队就开始训练营 并且集结的话 湖人全队就休息了92天 这个休息时间真的远远不够 甚至于这个92天都是有些水分的 因为这个92天还得包括赛季开始之前的训练营和季前赛 没算上这些洛杉矶湖人的休息时间可能也就两个月 10月打完了总决赛 12月比赛又开打了 他真的没怎么休息 而他已经36岁了 这对于他的体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本身本赛季的常规赛赛程安排的就比较紧 湖人基本上就是隔一天一赛了 而且之前还刚刚经历了一个七连课 如果说全面星赛期间 他能够在家里休息这么五天的话 那么对他的体能会是一个很大的补充 体能充沛的詹姆斯有多恐怖呢 上赛季中间停赛之后再复赛 休息了接近半年的詹姆斯 到底有多强 所有人都见到了 所以他希望得到这个休息时间 这是从球队的角度出发的 确实湖人就是史上休息时间最短的冠军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 现在确实有一个大背景 就是在疫情的情况下 去参加全面星赛是很不安全的 因为你去一场去打一场比赛 或者说坐飞机去课场 这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所有人都知道 有可能进行密切接触的 也就是你跟对面那些球员们 两支球队上场打 打完了之后直接坐飞机走人 可以回家继续休息 不会有什么多余的接触 但是去全面星赛 免不了各种商业化的因素 免不了各种赛前的采访 那么各种各样的事情加在一起 人流量将会非常的大 尤其是媒体和记者和各式各样的人 都会过来报道这次的比赛 那么会导致这些人感染新冠的可能性 大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 举办全面星赛 说实在话 风险绝对是要 比普通的常规赛大很多的 之前联盟的决定本来就是 这个赛季不举办全面星赛了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看 现在常规赛办的比较顺利 所以他们又想把全面星赛办起来了 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 但是为了挣钱也应该先考虑球员的健康 詹姆斯是基于这个角度 才不想去打全面星赛的 另外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相信也不会有人忘记 之前他在采访的时候说过 希望尽早的看到球迷和观众进场 有了观众才是他想要的NBA比赛 没有观众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而全面星赛更是如此 一个没有观众的全面星赛 是詹姆斯不想要的 上赛季全面星赛那么激烈 也是因为现场确实观众很激情 而且也是给这些十大超级巨星们加油 让他们打得热血沸腾 但是现在没有了观众 就这么一群人在场地中央表演 剩下的都是线上直播的方式 那关注度一定是会下降很多 所以一个没有观众 没有场面互动元素的全面星赛 也不是他想要的全面星赛 说白了NBA这是挽回自己的商业损失 一看常规赛打得不错 就觉得可以继续进行了 但是詹姆斯的观点 或许是一个更理智的观点 而不是因为说 嫉妒杜兰特超越他成为了票王 所以就在抵制这次的全面星赛 这一点其实没什么关系 因为詹姆斯在NBA全面星历史的 总得票数上已经是第一了